大家好这是多人多小马哥 今天邀请了Lily给大家做新的一期加拿大留学移民的分享 那Lily你跟大家先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Lily 那我是在17年 也不是17年 我实际上是14年 是拿到的这个移民的这个大信封 当时说的哈 完了之后的话呢 是15年过来做了短灯 那么就是回去又考虑了两年 然后看是不是来加拿大 在17年的话是在这边长灯 那么在这边已经生活了大概是5年了吧 是去年刚去的这个封业卡 对我呢是一直是在这个教育行业 完了之后在国内是高中老师 过来之后也做过高中老师 现在也是从事的教育方面的这样工作 在国内做高中老师是在 是就普通那个高中还是什么国际高中 我是在我是郑州人 老乡的 完了之后我是在中州外国语学校 我就是做个广告啊 也是那边最好的一个学校 那么是在中州外国语学校里边有这个国际班 我在国际班里面是做负责人的 明白明白 对这一块我就不服了 因为我是省实验的 OK开玩笑了 前三前三 前三甲 那个 那莉莉能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 其实你在国内的工作也是不错的 因为是在学校里面嘛 然后那你为什么会想来加拿大移民呢 我是来加拿大移民的话呢是也是有一个小契机啊 那么我是去那个政外国际部之前的话我都一直是在做就做雅思教学的嘛 那么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在那个郑州的一些机构里边我们做雅思教学等于说也有成人班 那么这个成人班里边我们不是有学生吗 他为啥学雅思呢 是因为他要移民 他移民的话呢当时的话呢就是说 他是觉得哎那老师你英语这么好你为什么不移民 我说我没时间我也没有去想这个事情 就是因为你想嘛生活都是被裹挟的嘛 完了之后的话你肯定是你自己关注着你自己的小生活这样过 然后也没有想过移民 那么他的话呢就是几几年的事 应该是0910年的事 是那时候如果想移民他的想法其实还很超前呢 对对对他们可能接触的不一样嘛 虽然你看我一直教雅思也是有留学或什么 但是我就没有想过要出去 对对然后的话就等于说是 那我就是这是一份工作 特别是咱在河南其实也没有那种环境 不像说是广东啊就是移民大省 就是大家看的多 然后华侨也多 咱的河南其实那时候能想到移民的其实都不多 对对对所以说的话呢 那个时候的话我也没有去到这个什么 就是国际部位啊或者怎么样的 但是就是是是这个学生 那么说那老师你跟我一起吧 那他当然他我也知道他有这个私心 就是等于说是因为我英文好 我跟他一起来的话那他就是 他是应该是我是觉得他也是挺有先见之明的 这一点的话因为你要是没有一个英语好的人带着你 在这边真的是有时候是寸风难行 会有很多很多 特别是回到十年前 信息还没有那么透明 没有那么多中国人 对这边没有那么多中国超市 对对吧 所有的这些 然后的话呢那我就说那那就可以啊 实际上我的想法的话呢就是也没有想太多 我也没有说是真的要出去或者怎么样 只是说有多一条路 那我说那你能帮我办那我就办吧 因为我去我是没有那个时间 而且我不是专业的我要去研究那个移民政策呀 或者什么的那肯定是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那你当时也就是说你其实移民就是一个无心 茶柳柳成衣的一个世界 对对对对 你就没想过别人一攒户你就深了 对对对也就是说的话呢 我是觉得那别人有这个想法 我是觉得那它是一个好的想法 那么是在我这个生活当中它是有多一条路的 明白那我何乐不就是没有什么弊端 没有什么弊端对对百利而无一害 那你当时是通过什么渠道去移民的呢 有没有找专业人士或者是你通过什么移民政策 刚才我说的肯定是要找专业人士 因为我对这个一窍不通对不对 我是虽然英文好我去研究我可以能研究 没时间但是你哪花费那么长时间 我以后也不做移民政策对对 然后你肯定要去找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 对吧那么就是我刚好我那个棚 就是等于说我的学生嘛 一块就找我是技术移民 当时技术移民的话呢就是 刚好是有紧缺职业 当时我那时候还是联邦移民 现在已经没有了 全部全部归于那个叫什么意义 是吧 然后的话那是联邦移民 然后的话呢就是 有一个紧缺职业列表 当时的话呢我是不知道的 是只有历史上只有几个月 有这个教师行业 OK对 完了之后我申请完两个月就没了 也就我地上申请之后 两个月就没有了 就满了 对对对对 所以说是怎么说呢 也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运气也好 因为你看我是本科是英语专业嘛 我有好多的老师的同学 因为本科毕业了之后 全部都是老师 对现在的话来这边就需要通过技术 走技术移民 很多很多 你看我的同学里边 其实我移民了之后 有好多也都想移民 但是他的就困难难度 就要增加不止一个档次 对特别是你像现在给大家也说一下 就技术移民 这都已经那么长时间没有开放了 如果重新开放的话 这个分数就一亿的打分会是 添一个 我感觉应该是历史上最高的一次分了 对所以说 确实那时候也踩着踩对点了 踩对点了 因为当时你看我的这个是研究生毕业 完了之后的话呢 就是等于说是我的年龄也很好 对吧 年龄是等于说是那个分数也很高 那么然后配偶也有加分 然后也有工作经历 对吧 所有的分数都很高 当时虽然我是教雅思 我能考很高的分 但是只要求 当时好像只要求5 还是5.5都不记得了 但是的话就基本上就 雅思根本都不需要什么东西 那你看你对于 其实你那时候工作也不错 对吧 那丈夫肯定在国内也有自己的这个视野 他们是怎么看待 就是你要去做一个移民 这么重大的一个决定的 而且这个决定会影响着 整个家庭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走向 还有你的父母又是怎么看待 就你自己要出去 是这样子的啊 我开始办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跟他们商量 OK 对 先斩后奏 因为我刚才说的它是多一条路 是多一个选择 你人生多一个选择不好吗 对不对 然后你到决定的时候 你再去跟他们商量 肯定是这样子的啊 那么就是办的时候 那就是交一些钱嘛 对 对不对 你拿钱可以办的事情 对吧 你只是你用钱买一个机会 很值 对 真的是很值的 对不对 那么就是说办下来之后 我肯定是要跟他们商量的 因为家庭 我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还是觉得就是家庭很重要 当时我跟我老公来商量的时候 就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是你看14年下来的 15年登陆 也就都是到最后 你看啊 我是等于说最最后 最后一天 你才决定 才决定的 对 然后的话呢 那等于说是我 我会征求他的意见 当时他也有提过意见 说是你带着孩子先去 然后的话呢 回头我再说去不去的事情 对 那其实就是不想去 对他就是不想去 那么你要这样的话 我说那就不行 我说你家人必须要在一起 对你两人分居 这个不是一个 很多的那个 这个不确定因素 对 对不对 不是说对他不放心 我对我自己也不放心 对 对 所以说的话呢 我还是就是等于说是 家庭的观念还是比较强的 对 对 所以说的话 那个批下来了之后的话 一个是等于说是 我老公的这个情况 那么我也没有催他 我也不说是你咱必须去 或者说咱必须不去 或者怎么样的 那就是先短凳的过去看一看 感受一下 然后回来之后 我又给了两年时间 然后我的意思就是 我的话呢 是因为他是等于说 大致都是相同的 我的这个生活环境都是一样的 那你 你决定去不去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你也不要说是我逼你 OK 那他最后他怎么就决定 要跟你过来了 就是说不给你在那倔了 他是等于说 你看我们短灯的时候 他有一些感受 对吧 短灯的时候 他会问当地的人 在这边的这个生活的 这个感受啊 然后的话呢 优劣势啊 对不对 然后他自己 这些环境啊什么的 他自己了解一下 了解完了之后的话 回去了之后的话呢 他也有 他周围他也有朋友 我不说 我任何就是这边的好或坏 我全部不说 都是让他自己去找他的朋友 明白 就省得到时候 如果真过来不开心 他在埋怨你 他现在 所以说他现在埋怨不了他 对 然后的话 刚才你也有说到家人 对不对 那么家人的话呢 我家里的人 就是包括我妈妈 然后我家里人 都支持我出去的 明白 然后但是 他家里面的人 可能是有一些 小小的反对的声音 但是最后的话 也都是尊重我们自己的决定 因为毕竟是我们 这个小家庭的 对 而且毕竟最后他也从了 对对对 实际上对他的牺牲是比较大的 牺牲是比较大 因为你看他在国内的话呢 是 你想嘛 我们那时候办下来的时候 他在国内已经做到大区经理了 然后的话呢 他是做那种 就是糖果的销售这种的 明白 然后的话 工作已经很轻松 因为那个时候 我在学校里很累啊 我是国际班里边的话呢 就等于说是 五天半的上课 然后我要管着所有的外教 所有的老师 然后早自习晚自习 也就是我在家里边的时间 基本上就是半天 对 每星期是半天 然后其他时间 基本上 那你这个比人马农996还要很 对对对 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说是非得要强制不允许补课的那时候 你知道吧 我们国际班因为在正外里边他管着特别严 那时候基本上是跟普通班是一样的 对 而且的话呢 就是周六上午还要上半天课 然后学生才能放假回家 明白 这样子的那学生在学校 那这样对比他的工作确实比你要好很多 他很轻松 因为他的这个客户已经是稳定了了的 完了之后他基本上就是维护一下 所以说家里孩子都是他照顾照顾 明白 然后所有的话呢 就家里的所有一切都是他弄的 那么就但是过来了之后 那一会要说到就是他的工作的话呢 就是变成就工厂里边的了 对吧 然后虽然说他现在等于说是那种就是 数空机床的那种然后的话也有一定的技术的这种工作哈 但是的话呢那跟国内相比的话呢就很大的区别 明白 对会有落差在的明白 嗯对 那么还有就是我还就是影响我的哈 我当时还跟我们的这个就当时因为呃就我老公的这个情况也会有变化 然后我的也有变化 然后的话所以说我就跟我们的外教我们也来聊 然后我说我要不要去移民 嗯 那我就说觉得就是我外教当时给我说的这话也很好 就是说世界这么大你总是要去看一看的嘛 对吧 然后的话你过去了之后你要觉得不合适你可以再回来 再回来 也就是你自身强大你在哪里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对对 那那你看你你办移民算是比较顺的 嗯 呃也踩着点了正好是赶上这个历史上唯一的那么一次机会 对那你来到多了来到那个加拿大以后呃你这个你来到加拿大以后你遇到最大的困难什么就你落地了你再到这边生活了你遇到最大的困难都有哪些呢 就是还是要嗯就是我老公的这个观念啊思想啊然后还有他的这种就是落差嗯 情绪上的一个变化 对本来我是大驱经理在国内对吧 哭风坏雨天天就吃吃喝喝 对特别在咱河南郑州对吧 对那带你说一过来可能朋友也没了也也没人给你吃吃喝喝了 然后生活直接回归平淡呃那他后他他他是去哪里工作了后来 他是等于说是去一个这边的一个呃 Display就是装装修叫什么的招牌公司呃装牌招牌制作的那个厂做广告那种招牌OK 对对对对对对当时呢就是找工作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因为呃我们刚过来的时候嘛就是你过来长登的时候那不是等于说要先安顿下来吗嗯我们是先找了一个就是短租的房子然后再找长租的房子明白然后找长租的就是选定长租的房子之后那么你想嘛总共就带了四万加币嗯四五万加币吧我忘了是多少了对就是普通家庭的这么一个很少很少的钱带过来完了之后的话呢就是说呃你想那时候一开始带安顿的房子就带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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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房 那时候又要买车要考驾照又要租房子家具然后家具对然后因为这边租房都是空的嘛对对对然后全部你家具你要买对不对完了之后还有这种吃喝然后全部都是出对对坐吃山空的那种啊完了之后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老公就当时就特别有意思去去超市买东西全部都要乘以五对对是全部要乘以五然后换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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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换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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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时候就感觉 什么都不敢花钱 不过过了这个一年了以后 就感觉 就不算了 对还不错 然后until到现在 这个有时候回国的时候 我都除一五 我都除一五 不然我不敢买 因为国内这好几百嘛 有的东西 我一除一五 几十块钱还行 买了 对所以说的话 那个时候的话 就是我一看他那么惶恐嘛 然后我就说 那肯定要先把他的工作解决掉 对 然后的话 刚好的话 就我这边也是 在国内的时候 就认识一个在这边的 然后职业中心的一个朋友 完了之后 他是专门为这个新移民来找工作 对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说 也提醒这个 将要来 或者准备来的这些朋友啊 就是有很多实际上政府呀 或者说是这个一些 福利机构 对福利机构 都会有一些这种 支持新移民的 这样的一些渠道 对 的方法 其实你可以去找对的 找对的人 完了之后的话 能给你指点到这里边 完了之后 你会 路就会顺得多 对 所以说的话 当时职业中心给他介绍了 有好几个 去施工嘛 施工是有费用的 就你去施工 人家也按小时去配 哦 明白了 对 就不会说让你白干一天 不会让你白干一天 然后的话呢 施工的话 一开始当时他试了 有两三个 然后有一个是 怎么说 因为他原来不是也做过计算机吗 嗯 然后有一个是组装那个计算机的一个什么 就是流水线一类的 对 然后后来就觉得就没有什么发展 嗯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我都忘了 然后但是他也不决定不去了 就是这个厂子啊 那么去了之后的话 当时我那个朋友也说 他老公就是做这个CNC Operator嘛 就是数控机床的这种 对 那么他也属于这种 以后发展之后的话呢 他薪金也能到这个四三四十四五十 嗯 一个小时这样子的啊 然后的话 加币 对对对 加币 嗯 那么就是那你 可以考虑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后面 哎 对 当然了我是其实我一直是说 让他去这个工厂的是一个跳板 嗯 因为你看我在这边已经 这么多年了之后 发现这边中国人太多 实际上华人的市场是很大的 对 对吧 我一直想让他再转回到销售这块 但是他现在已经 去就回归平淡了 对 对 不想在不想在江湖上 在在这个有任何分隔 对 就是已经就是他 他已经适应了这个厂里面的这种 这种平淡的收服 对对对 然后 这可能真的是跟他在国内不一样 因为你即使做 呃 做销售嘛 特别我们河南内陆 包括像东北这些地方 嗯 都是非常靠人情靠关系的 对对对 然后 有技巧 对 有这个脑子 而且而且得能喝 对 你即使是你 你不用去开拓新的市场 你光维护这些老关系 你逢年过节 送礼啊 人情啊 喝酒啊 嗯 这都少不了了 他可能在这边 坐在厂里面坐 没有 没有很简单 很简单 而且回到家了之后 他不用再想任何的东西 哎 对 就很很 对他 其实真的 他体验过 他会感觉啊 可能他自己 本身是更喜欢这种生活的 那就是你看我们日边春暖花开了嘛 春暖花开了 然后我们俩前两天去home depot去买东西嘛 嗯 他买的全都是菜籽 哎 买了一堆土 买了菜籽 种菜的呢 种菜 然后我是买了买了点花花籽 然后回家种花就这样子的 那你像他那个做这个CNC operator 呃 最开始多少钱一个月呀 能cover住你们的生活这个成本吗 应该还是可以的 因为当时我们呃 是租了一个整栋的房子 嗯啊 租了一个整栋的房子 当时的房价还可以 就是等于说是两千 明白啊 两千是一个整栋 因为当时因为我带的是有带的有孩子嘛 对 原本的话呢 也想是说给人家分租啊 或者怎么样的 但是你想孩子的话呢 蹦蹦跳跳 然后就要炸着呼呼的 对跟别人住一起也不方便 然后就会影响到别人自己也不舒服 对 原来我实际上是看了 看了过一个很好的一个房子 但后来就还还是决定租了一个主动 然后就是两千块钱 那么他当时就是一开始 就是最一开始的时候也都 是两千多吧 明白 两千多的这个这个这个收入 然后呢 再加上我还有两千多 嗯 对吧 然后我一开始的话呢 也是还带了点钱过来 对对对 然后的话基本 实际上我们俩都开始工作之后 基本上就cover了 你想啊 就是说你主要的这个支出 就是一个两千块年的房租 剩下的话呢 我的那个 有的时候可以还剩下来 当时我还住了个home stay 明白 住了一个home stay 完了之后 其实剩下在加拿大 如果说大家比较 呃 佛系没有太多欲望的话 也花不到哪钱 因为你小孩上学不要钱 对 然后你医疗不要钱 嗯 其他好像也 没有啥花的 就是说等于说 其实大头就是房子 明白 你吃饭的话 我到现在 你看现在物价飞涨 我前两天 因为买菜什么都是我老公嘛 完了之后我说咱们这个生活费 八百块钱够不够 说八百用不了 哈哈哈哈 然后可能这是五六百块钱 明白啊 然后就基本上就一个月的那个那个那个就是生活费 OK 对就这一块也正好顺便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刚才利益的老公包括就是就是利益老公 他是通过这边的一个福利机构 帮他去免费找的一个工作 就是怎么说呢 很多国内人也会问我啊 这个来加拿好不好找工作呀 然后这个这个能不能 等于说能不能生存下来呀 就其实你抛开太多的欲望不说 就是你任何你去任何一个国家 他都没有办法做到让你 让你躺平 就是你怎么一个什么没有经验的人 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就能一个月拿个一两万加币 这个你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存在的 但是至少是这么个地方 他能允许说让你过来以后 靠自己的双手 你能生存下来 对 然后这个像这种福利机构 其实他们帮你找工作的话 就他们是很乐意帮新移民找工作的 因为他们是可以从政府拿补助的 对 有50%到75%的补助 他们是可以拿到的 然后另外就是说 你像这边给新移民很多其他的政策 像说免费学英语啊 有ESCL这种Center啊 就是教你怎么去面试 怎么改简历 这些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福利机构的 这个大家也是 如果说想过来生存下来 其实也就不必特别担心 就是看你的这个定位和期待值了 对 但就是实话是说 你如果过来 你说打个坑 你说我在国内一年赚50万 然后我想来加拿大 上来就赚50万 那基本没可能 除非你是 你在国内是阿里 这个京东的这个马农 你过来你能直接去大公司 否则你 你毕竟 一般也 就是说没有推荐人的话 他也 可能性也不是特别 当然也要推荐人 对 就是说他还有机会的 但你说你做其他的工作 因为你毕竟文化呀 还有规则上面不同 包括你的英文 对 你中文很溜 你英文对吧 你不行 你也很难说 一下找到那么高薪的工作 就所以说这个更多的 还是说大家去 需要管理一下自己的一个期待值和欲望 对 你就像我刚刚过来的时候 那我肯定是就是 要从底层做起嘛 虽然说你看我后来找工作 也是在学校里边 对 对吧 也是找到的学校里边 但是的话 我就把自己的就是定位 定位低一下 因为你你毕竟是新来的 完了之后 你没有这边的工作经验 另外你对这边的教育体系 你根本都不知道 你所有的都是要去学的 对 那虽然我是有经验的 但是我的经验是在国内的那些经验 对不对 那你到这边的话 你肯定要适应这个这边的社会的话 你要重新开始 要重新开始 那你要从底层做起 那你熟悉了之后呢 你就慢慢慢慢的 你把自己的职业规划 再规划好 对 对 这个东西就是你 你没有办法 既然享受了它的这个优点 你肯定它有这个缺点 你也要接受 就是你要重新开始 对